欢迎老妹 在哪儿认识的 一个河北一个山西的 怎么认识的 我那个之前跟男朋友 就是刚分手 就是一段时间心情不好 然后就是我打算说 来千斤这块散散心 后来那会儿赶上半道上肚子疼 然后正好给他碰见了 就那天兜里装着药 然后就给了我两片 照顾了我一会儿 你兜里还装着肚子疼的药 对 因为那几天 正好我也是胃比较难受嘛 然后脑里就正好有药 就这么好上了 对 你在天津市读书是吧 对 是 后来呢 我当时挺谢谢他的 然后就是走的时候 我和他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我说以后你来那个河北玩 我请你吃饭 过了几天他都真来了 我当时就是那么客气一下 真是只是客气 就嘴边的话 然后结果他都真来了 不是 以后大家 别随便客气了这个 你咋就去了呢 我就觉得这次相遇 是我们两个人的缘分嘛 你是喜欢这姑娘了 对 而且当时觉得 她人长得挺漂亮 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想让她做我女朋友 就追到河北去了 对 当时我还挺惊讶的 然后没办法 我话说出去了都 然后后来就 我们一块吃了顿饭 吃了顿饭完事 走了之后 没过几天就又来了 而且就来得特别频繁 隔几天来一次 隔几天来一次 好 我当时心里想 我说这人怎么 就跟狗皮膏要似的 就这样粘上我 不能这么说 后来突然有一天 就是那个 她跟我说 她说我喜欢你 你当我女朋友吧 我当时一方面感觉惊讶 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那会儿 刚跟男朋友分手 然后也没那份心情 再加上对她 也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后来 我那会儿拒绝了 但是她特别坚持 就追了我大概一年多 一有她放假的时间 就过来找我 一有放假的时间 就过来找我 就对我血汗温暖的 然后就是 她是个学生 本身钱不是特别多 但她省吃钱用 把这些钱给攒下来 就是给我买一些小礼物 我不是说东西值多少钱 但是我感觉 有这份心 我挺感动的 不容易 而且就是跟男朋友 分手这段时间 也是她陪着我走过来的 我能感觉出来 她对我也是真心的 就是所以我想 就是给她一个机会 然后我说 如果咱俩谈对象的话 就是奔着结婚的方向去谈 她当时同意了 所以我才答应跟她 在一块儿的 然后呢 然后我为了她 就是把老家那边工作给辞了 我来天津这边上班 她陪读 是吧 对 我父母当时还不同意呢 不愿意让我来 然后我都来了 来了以后 我在这边上的班 就是说希望俩人以后 离得近了 能经常见面 不只是平常她照顾我 我也会对她 就是说买些吃的 用的乱七八糟的 就是互相照顾了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有的时候 她手头紧了 我还给她钱花 我既然跟她好了 我就一心一意地 对她好 但是我感觉 当我毫无保留地 去付出的时候 我感觉她就 慢慢地就 对我就感觉特别冷淡 不在乎 去年年初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 她说她要去考研 去上海那边读研究生 我当时心里边 就有点不高兴 因为她当时跟我说的 那态度 那语气 根本不是跟我商量 你知道吗 就是人在下通知 我告诉你一声 我要去考研 我要去上海读研究生了 就这种样 是这样吗 我当时也是 跟她说了一声 首先我就觉得 考研是一件 挺好的事情 是是是 我们俩在一起 这么久了 她肯定也会支持我 那你考上之后 怎么办呢 我就打算 先在上海 就是发展个两三年 然后她呢 然后就等一切 稳定下来以后 再接她过去 考上了吗后来 没有 没考上 就是她自打决定说 考研之后 就态度就对我 就转变转变得特别大 她之前追我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徐寒问暖 随叫随到 现在呢 前段时间我发烧 就难受的 我不行 躺一天一口水都没有喝 她打电话就关机 还关机 回来那天 我爸给我打电话 听着我声音不对劲 我说 她说 你今天没上班啊 我说那个 有点发烧啊 今天休了一天 她说你不应该 要不然你就回来吧 家里边什么都有 也不去 然后 跟我爸挂了电话 当时我就挺难受的 我爬在窗上哭了半天 然后给他打电话 就还是关机 还是关机 我当时我就在想 我找这个男朋友干嘛呀 我烧死了 他可能都不知道 我也不回 干嘛去了小的 就当时不是准备考研吗 每天早上七八点 就要去图书馆 一直看到晚上十点多 才能回宿舍 然后就正好他发烧 那天手机没有电 充电器也没有带 回宿舍的时候 看到他消息 就立马给他回了过去嘛 也不是不在乎他 去看他了吗 也没有去看他 为什么没去看他呢 因为当时就是 时间也比较紧 还是准备考试之类的 反正我就感觉 他不在乎我了 他跟以前真的不一样 我当时就是 就是因为他对我好 我才跟他在一起的 是是是 明白 后来就是说 年底这会儿 他那个考研结束了 他跟我说 他说 估计成绩可能不太好 当时我还安慰他 我说那个去不了 就去不了吧 你同学不打算说 闭了业以后创业吗 你不觉得你就闭了业 以后跟他一块创业 我手头这边有点积蓄 我给你出点钱 你再找你爸妈要点 但是他跟他爸妈 就是家人说的时候 家人不同意 家人说 你那个考不上 你闭了业 你就回老家吧 我这边还忙着说 要帮他去创业呢 人家这边二话不说 人家听他妈的 他妈让他回家 人要回家了 他要回山西老家了 对了 爸妈就是在老家 也帮我找了一份 还可以的工作 我就是想回去 先工作个三五年 就等那些工作什么的 都稳定下来 经济也独立了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回去嘛 那这三五年 他在哪儿生活呀 他就 他陪我一块儿去嘛 我是想让他就 你是邀请他 跟你一起回山西老家 我为什么要陪你一块儿去 我当时都放弃老家的工作 我跟着你来了天津 我来了天津 你告诉我 你要去上海 现在你又告诉我 你要回老家 我就一直在陪着你转 是吧 你会